上了就會把那個 上課的影片連結啦 第一次嘛 第二次 然後呢會貼過來這邊 那理論上如果你有加進來 那應該會自動轉信到 你們的信箱 應該啦OK 理論上沒有問題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整個流程會比較順啦 反正我上課就錄影嘛 然後下課我就上 回去就轉檔 轉檔上傳 你們回去的話就可以收到 這樣我也方便 你們也方便 你有問題的話當然你也可以在那個 YouTube下方也可以留言啦 我發現好像大家不太習慣 就是在那個 可能是這種上課 大部分影片上面敘述應該 都應該可以解決問題啦 所以大家如果假設啦你遇到那種問題沒辦法解決 你可以提出來 或者是說你有更好的解決的方法啦 公式啦函數啦你也可以提出來 大家也可以討論一下 那清單部分的話呢就是每一次上課 我上一次上課的內容啦 所以其實 我每次上課習慣呢就是會 針對那個清單部分 讓他回顧一下 那 確定說你是不是 都懂了 OK 那他如果你哪些不懂的話 回去可能自己要再花一點力氣 把它複習一下 那最上個禮拜的話基本上我們是 講到有一個練習題就是那個151 刮鬍 就是截取那個刮鬍中自竄的部分 然後來複習前一題 那當然呢第一個我們是把這個範例檔案裡面的這道題 把它打開 那打開之前的話呢你會發現 那個副檔名 如果假設你那個副檔名沒顯示喔 你可以從上面的檢視喔 裡面有一個副檔名這個可以打勾一下我建議這個打勾一下 有沒有檢視啊 上面有個檢視的那個頁面嘛你可以找到副檔名 我是建議你副檔名打勾一下啦為什麼因為你如果副檔名沒打勾的話其實有些細節 他會看不看不太 出來 尤其是 我們如果最後呢假設你有寫了一些 比如說VBA 或者是有錄製劇期的話 那一定要記得 要另存新檔 而且存檔的類型喔記得一定要啟用聚集的活躍簿 然後副檔名的話呢 一定是xlsx 那原本的那個excel是xlsx 兩個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上面那個有m的 才可以存 程式喔 所以如果假設你存錯檔比如說你有寫了一些VBA程式 如果你存成下面那個格式的話跟各位講喔 那你的程式就全部消失了 OK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之前有同學 常常就遇到這種問題 寫了半天最後不見了 不見了原來是存錯檔啦OK喔 所以記得呢你最後做完之後呢 記得要存檔 另外的話呢除了副檔名 有差別之外你檢視喔 假設你大圖示啦 其實大圖示裡面也可以看出差異啦 如果你假設你檢視裡面把它改成大 大的圖示喔 有沒有發現喔 他那個如果是xlsx sm的話 他好像那個圖示上面會多一個這個驚嘆號 有沒有發現 這邊沒有嘛 那這個驚嘆號表示說應該是指的這裡面有程式的意思 OK 所以喔特別注意喔他就是兩者之間的差異喔可能要知道一下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的差別 你打開他的時候喔 他應該會出現上方會有什麼啟用內容 那用這個來 因為如果假設啦喔他預設安全性請告 已經停用聚集 特別注意喔他預設是不讓你執行喔 除非你要按一下這個啟用內容 你的程式 才能夠 被執行 OK 所以喔同學沒有按下去喔 你再去按之前你做的那個任何的程式按鈕喔 他都沒有對他都會出現都不行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很麻煩呢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喔程式真的 很容易喔會有一些像 當然現在比較小一些有所謂的驅急病毒啦 就是說有一些外部的喔他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人他就是不是拿這個程式來 來 正常使用啦 他就寫一些那個 病毒之類的反正就是 干擾你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他就是 想要做 做怪就對了 OK 為了避免這個問題發生的話 他先確認說你這個 這個檔案是不是你 你確定這個程式可以執行啊 OK 那理論上我們覺得沒問題的話 那你把他起用內容 那理論上應該喔 就 可以完成 那上個星期最後的這個範例啦 其實也是 延伸我們 之前那個範例的一個 基本上的一個步驟啦 第一個步驟就是喔 我們先用什麼方式來解決呢 先用那個 就是函數的方式 所以我們 用了三個函數 第一個是Find 第二個是Mid 第三個是if 有沒有 那這三個當然喔 主要是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想出來的 一個公式喔 那當然 別的地方遇到的問題 當然就要 客製化 每個地方其實都 都是 不一樣的啦 所以 我們主要學的是什麼 學的了解 函數的使用方法 邏輯 而不是用背的啦 因為其實在 文字內的函數學一大堆 那如果你每個都背的話喔 說真的 永遠背不完 但至少你多用 你至少知道原來 我們要去找錢瓜糊的位置 要找後瓜糊的位置 原來還可以用Find喔 那這個Find主要用意就是說 我讓他去尋找 那個錢瓜糊的位置在哪裡 那我如果要抓那個字的話 那就是錢瓜糊的下一個字 就是我要抓的那個字的開頭 那結尾的話呢 就是 瓜糊中間的東西嘛 那因為瓜糊呢 我們抓的是錢瓜糊 會 少一個啦 所以位置好像我後來有 減一 然後呢 如果你要把位置裡面的資料抓出來 就在用 密的 那ifl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 像有些資料裡面並沒有瓜糊 這個東西 會產生一個緊 緊Value的錯誤喔 那我們只要有緊開頭錯誤要過濾掉的話 那就可以用ifl 所以上個禮拜 這三個函數的話反正你就是把他熟練一下 這三個函數喔 未來用到的機會其實還蠻多的 只要你那個 要抓的資料是 怎麼講不是很固定的位置的一個 那個字的話呢 那當然你可以用想當用fine 那如果你要抓 一串文字中間的資料的話 那要密的 那如果有那個錯誤訊息要去掉的話 那就用ifl 當然也不是只有去掉喔 也就如果你有發生錯誤訊狀態的話 也可以用ifl ifl其實 未來用到的機會其實還蠻大的 他的意思是 如果有那個緊字號啦 反正緊字號就是錯誤訊息的話 那你要如何處理的意思啦 OK 所以喔這個假設你以後 比較有觀念喔 能夠 這樣串在一起 然後很快 可以很直覺就是把一個公式寫出來 你問題就解決了 如果你沒有辦法這樣做的話 哇 那就麻煩了 有沒有如果要抓瓜乎裡面資料的話 那他目前這邊只有九筆資料 很簡單 可是未來可能不只九筆吧 九十 九百啊 九千 上 我想你大概幾十筆上 上千筆的話 我想你應該就不會想要用人工的方式來做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可能就上個禮拜 第一個重點 所以喔你們 待會也可以試試看把這個把它delete掉 有沒有 有沒有 看能不能自己 很快的把那個公式給 寫出來 剛那一串 如果不行 表示你應該還 還不OK 所以就是要花時間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錄製劇集啦 不過錄製劇集比較簡單啦 因為他其實 沒別的訣竅 反正就是把那個 你的滑鼠 跟你的鍵盤 的動作 記錄下來 這件事情 只是 當然你記錄 雖然很簡單 可是喔 一定還是要彩排啦 因為 錄製劇集最大的 容易出錯的地方 就是 你那個 怎麼講 做的動作多了 或少都不行 而且 那個步驟也要是照順序的 你不能跳喔 跳就不行了 OK 所以我們有兩個按鈕 就兩個聚集 上面要錄一下 清除 那清完做完之後的話 你可能還要知道說 裡面呢你 錄製的聚集放哪裡 有沒有 這個清單裡面 那我們錄了有一個叫什麼 瓜糊字串聚集 應該這一個吧 你可以編輯他 編輯的話就是把程式調用出來 然後呢 理論上如果錄製聚集的話 習慣上會加上那個註解 有沒有發現綠色字 感覺好像這段程式比較親切一點 因為你看 好像都看得懂喔 OK 對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有沒有 那其實 這個就是所謂的增加那個 註解上去的 註解 關鍵的地方就是前面有個單引號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步驟嘛 你比如說我們 錄製聚集的時候 第一步做什麼 第二步第三步 你再把這個訊息 記得要加到錄製的 程式裡面啊 這個動作你不做 也不會怎麼樣 做 也不會 不過我是建議一定要做 而且你初學者 因為你如果不做啦 說真的你把這些都刪掉的話 你會發現整個就不一樣了 如果你假設 假設這段程式嘛 完全沒有註解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哇 這看起來跟天書一樣 這太太 太太 所以呢 我是建議 你每個地方 就自己把它加上去 OK按照順序 另外的話呢 順便可以學一下 你到底錄了什麼東西 因為 其實錄製聚集也是學習 VBA的一個階段 就是說有些程式你不會寫 對不對 以後是可以用錄製的 然後呢 你再加上你會寫的 兩個把它湊在一起 就可以客製化出 你想要的那個效果 OK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 學VBA 不可能說一下子馬上就 那麼熟練 但是我是覺得可以階段性的啦 OK 然後底下這個是清楚啦 反正就是之前講過的 123 至於裡面打的那個文字敘述 不見得一定要照我的那個上面 反正我打我 我看得懂的 你可以打你看得懂 沒關係 反正以後 你想要加註解 沒關係啦 反正盡可能讓那個 程式 是你將來下一次回頭看 打開的時候你會覺得很親切 那表示 你這個註解就加得很好 有沒有 但如果你打開之後還是看不懂 那當然表示說你這個註解加得不夠OK 多寫一點沒有關係 OK所以 三個禮拜的錄製聚集 最後是自己寫 有沒有就寫三個 這三個 你看你有什麼差別 清除 這個怎麼怪怪的 沒關係 這個是直接輸出 然後這個的話呢 就是輸出的結果 跟剛剛的最大的 這個清掉 這個 這個輸出的話是 輸出公式 那這個的話呢就是輸出結果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空的 裡面也是空的有沒有 那這個的話呢裡面 不是放公式喔 而是放最後的結果 所以上個禮拜最難的地方應該是 這個地方 這個是自己寫的 所以最後我是增加了一個 VBA的工作表有沒有 然後呢增加三個按鈕 那有什麼差別 這個輸出公式比較簡單 OK那我其實是從那個 Visual Basic 裡面 然後呢 我講過嘛 反正你 Visual Basic 裡面 如果你要寫 VBA的話 一定要記得寫在模組裡面 所以我另外再加一個 Module 2 有沒有然後我這個呢 就是叫 刮鬍四串公式 其實我主要是把這個公式 有沒有 貼到這個範圍之內啦 OK有沒有 所以我怎麼貼 就是把這個公式 前面的公式有沒有 這一串嘛 把它複製貼過去 那貼過去之前 還要注意 幾件事情 第一個 就是雙引號有沒有 一定要變兩 然後我是用那個記事本取代 第二個的話就是 這邊有A2要變A3 所以這個要變成I嘛 OK所以喔 我這邊做完的結果 把他感受力一下 OK 那其實喔 本來這邊其實是A2 有沒有 然後我把那個2 要 串這個I的變數放到 這個裡面 OK上個禮拜最難的啦 我發現同學最不容易 理解的就是 如何把一個變數 放在一個文字串裡面 這件事情 OK 如果我講的話 如果你暫時不能理解的話 就先把那個口訣背一下 有沒有 我這個是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 移到中間加一個I I的話就是你要加那個變數 然後記得把M的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可以有沒有 然後當然 因為有四個啦 所以其實我是一個做完 兩個 但你可以這邊本來叫A2嘛 你可以看用貼的也好 或者你再做一遍也OK啦 反正 務必我是建議 除了了解 之外 還要手煉 所以剛開始不能理解啦 我剛剛 今天祭口訣 因為祭口訣有好處 絕對不會錯 而且 城市跑得出來 OK 其他的話 最難的 就這一段 OK 這一段其實 是做什麼 其實這一段城市嘛 主要就是把原來 公式有沒有 就是以Sail裡面的公式 這一段用的東西 轉換成那個VBA裡面的城市 OK 把它寫出來 至於細節上禮拜有提到 所以請各位 稍微把那個上禮拜的東西 稍微複習一下 因為 後面還有 可能還在會 後面的範例喔 還會再向上提 一點點困難度喔 OK 記得要把前面的都 至少學會 那後面的話 比較不會有問題 不然的話 有些同學可能會 跟著會比較 辛苦一點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把那個上個禮拜 提到的這個151 刮壺中 擷取刮壺中自竄這一題 比較重要記得 存檔格式不要存錯 第二個就是那個公式 那一串 用到 三個函數 然後 錄製劇 這可能還是自己要多練習啦 那至於 其他地方我建議啦 如果你工作上 會有一些 簡單的重複的動作 你也可以試試看喔 再把那把他那個動作 錄製成劇集看看喔 然後就是 最後 最難的就是 怎麼樣可以把那個 VBA程式不是用錄製的 是自己寫出來的喔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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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